着西香、蜜雪以及下雪芒果 果实饱满香甜在地方上有极佳的评价 而每年4月到6月进入盛产的季节 与芒果市农民辛苦的结肌 有感于农民总是看天吃饭 为了避免萧少际云进入果园行窃 预分局轮天派出所针对辖区的果园周边 提高了巡逻密度 借以加强房窃 着西香蜜雪以及下雪芒果 果实饱满香甜在地方上有极佳的评价 每年的4到6月进入盛产季节 由于芒果市农民辛苦结肌 有感于农民总是看天吃饭 为了避免萧少窃取进入果园行窃 预理分局轮天派出所针对辖区的果园周边 提高了巡逻的密度 借以加强房窃 预理分局为保障农民辛劳绝君 特规划护农专案 加强查气及遏止农产品窃盗案发生 本所依照本分级规划执行 护农专案勤务 并利用各项勤务加强行事果园 提升建警力防范萧小 所长于明和主动执行护农房窃的勤务 前往果园与农民建立联系通报的机制 加入赖群组如果有状况及时回报 并建立民策局联系通报机制等 并鼓励民众装设监视器或夜间照明灯 科技仿雀设备等 所长表示 辖内多以务农为生 因此为了守护民众辛苦的资产 会竭尽所能不让小小窃取 除了针对果园周边的加强巡逻 并且对于连外道路 花75线到台九线才重点守望 以二举步伐发生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并且对于利用